中国政府拼经济靠家电下乡的政策成功的扩大内需 光是一季就卖出了270万台的家电产品 数字相当惊人 而中国商务部昨天又公布了第二轮家电下乡的得标名单 这一次许多台商都顺利得标了 尤其是在电脑跟彩电的部分 一共有三家台商上榜 而随着中国家电龙头6月份将登台采购 台湾的面板业也渴望分得大陆更大的内需大饼 战前攒了一辈子就为了回味儿子娶媳妇的风光场面 玉大娘很下心淘汰了原先的黑白电视 硬是换了台21寸的彩色电视机 土砖房里内盏昏黄的灯也崩开了 鲜艳的彩电一开多亮多刺眼 玉大娘边看边想这钱花的真值 感谢包括玉大娘在内的9亿中国农民 让家电下乡不只是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政策 还成为拉动中国内需拯救台湾企业的活命单 电视冰箱手机洗衣机 再加上电脑冷气热水器摩托车 所谓的农村八大件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做了个统计 除了摩托车跟冷气 其余六大件家电的产销率竟然逼近百分百 达到98.5%以上 农村九亿消费大军 不但让中国家电业免于倒闭 台湾的光电产业也因而社会 极单效应让成绩许久的中科 二月初陆续复工 面板双湖友达和奇美产能利用率明显回升 其中有达电的股价更从二月初的23.30到五月中 飙涨到35 涨幅超过五成 听到没就是这股破例啊 中国农民三月份就花掉22亿四千万人民币 买了148.5万台的家电产品 看好政策奏效 因此中国商务部跟财政部 14号又公布了第二轮家电下乡得标名单 包括樱花 上鹏堂 灿坤 分别在热水器 电磁炉 以及微波炉等项目得标 电脑下乡部分 台湾的华硕跟宏基顺利得标 而卖的最火的彩电 围冠 鸣基跟冠结也榜上有名 在金融风暴下 中国的家电下乡政策 被称为是全球最成功的扩大内需方案 靠9亿农民创造出的经济奇迹 至少台商们已经先感受到了